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二 那么今天美国股市呢可以说是一个低开低走的一个大跌的一个行情 那么昨天呢就在节目中跟大家所提到了 那么昨天的反弹呢就是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修正的走势 那么昨天修正完以后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整个大盘呢 按部就班的沿着这个之前的下跌这个趋势和节奏呢 进行继续的向下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行情 那么短线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由于三大指数继续的向下大跌作收 那么短线上已经出现了这个超卖的这个行情 那么可以说在明天的行情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呢出现一轮超跌反弹的这一个行情出现 那么可以说明天行情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那么就是说出现一个温和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个温和反弹呢可以也是一个修正的修正节奏 那么预示着后市呢还将继续的下跌 另外一种反弹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盘中可以看到这个砸盘的情况 如果短线上我们看到大盘向下进行一个瞬间的砸盘的话 而尾盘收涨收到平盘以上的话 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三大指数呢就会形成一个十字星 而且是在一个底部 那么短线上我们就可以认为目前大盘已经触底了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仍我们期望的第二种的这个行情出现 尽管短线上可以说还要继续的向下跌一段一定距离 但是呢可以短线上是比较血腥的 但是这个收盘的时候如果收在平盘以上的话 对于后市的节奏来讲是有利于多方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整体走势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图一 图一呢这是道指的日线图 那么从日线图上看到今天呢又是一根大阴线 短线上已经是出现了限价背离的这个情况 而且是非常严重 目前收盘的时候已经跌到了前期的这一个整理区间 那么这个整理区间呢就是13000点到13125点 那么只要明天看到大盘接近于13000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买盘路场 我们看一下图二 图二呢这是标普的周线图 那么从这个标普的周线图上也看到了 目前今天最低点位呢可以说 接近于这个布林通道的这个中线的这个支撑点位 那么短线上只要在这个支撑在中线 靠近中线的位置呢 我们就能看到反弹这个支撑 那么明天的行情呢可以看到这个预计 这个反弹行情呢可以进一步的出现 这个中线的支撑点位呢就是1400点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图三 图三呢这是纳指的日线图 那么从日线图上可以看到纳指呢短线上局部走的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矩形震荡 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收出了一个十字星 那么短线上不排除可以出现一轮反弹的行情出现 随后呢只有突破这个上方的这个向下的这个虚线的趋势线 我们才可以确定这个下跌节奏呢就是高一段落 否则呢还将继续的震荡下探 这个从这个头肩顶的目标点位来看呢 就是2850点的这个位置 那么今天盘后呢可以说这个Facebook爆出了非常好的这个业绩 那么大家可以看从这个图示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Facebook可以说爆出的盈利呢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一美分 但是从它的所爆出来的这个移动设备约用户的数量来讲的话呢 跟上一季度比大增了61% 那么这也是谷歌所达不到的 因为谷歌只是说作为平面这个搜索上做一个广告 但是这个Facebook可以又有一个就是手机用户 那么这样的手机用户呢已经这个上升61% 那么达到了6.04亿的用户 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客户群 那么对于目前的科技板块来讲 那么可以说比较弱势 但是Facebook由之前的IPO三十几块一直掉到17块而出现反弹 目前来讲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 不排除Facebook在今后的行情当中呢 能走出一轮独立的一个行情 如果关注这个WD突破 境线一突破的话 可以说Facebook极有可能再次回到这个30元的这个附近的价位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巨金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